真正有前途的人,不是他有多努力,多有上进心,而是他早就戒掉了这三种弱者思维。尤其是第二点,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都活明白了。 一,不会对任何人抱有期望,不再相信在家靠父母,出门靠朋友,朋友多了路好走之类的鬼话。靠父母会坐吃山空,靠朋友你会伤心绝望。 现实的真相是你把路走好了,朋友才会多。这年头,靠姗姗会倒,靠人人会跑,自己才是最可靠的。 二,对金钱的态度决定你的高度。记住,你的经济实力能让你拥有面对风雨的勇气,不被屈服的骨气,保持自我的志气。你努力赚钱,就不必卑躬屈膝。 有人会问,有钱了就一定幸福吗?有钱不一定就幸福,但是在同样的境遇里,它肯定比没钱的人有更多的选择权。 所以,金钱就是你最大的嫡气。 三,不要以为只要善良,你就一定会有好报。对于好人,你的善良他会感恩,但对于坏人,你的善良就是考验他们的底线。 所以,善良一定要有智慧,你的善良必须带点锋芒,才能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走得更远。